欢迎收看拼医生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身体的重心 我们知道打球一定要学会控制身体的重心 那什么叫重心 任何一个物体它都是有重心的 比如说我现在人站直了以后 我的重心在哪 人体的重心在哪 中间 正中间的位置 一个物体的质量 正中间的中心部位叫做重心 好 那么讲到重心的高低 打球要学会把重心压低 经常说你的重心放低一点 那到底怎么把重心放低呢 一个把双脚站开 两个脚站开一点 你的重心自然 比如说我站直的时候 重心在这里 两个脚站开了以后 重心就会下来 就会变低 站得越开 你的重心越低 那不是说你的重心无限的低 越低越好 它是有个标准的 一般来说双脚站开 是我们肩宽的 比如说1.2倍 重心压低 收腹弯腰 重心呢 一般是在哪里 不是说在后面 在身体的前侧 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重心 那有人打球的时候 为什么会 总是往后一样 因为它的重心在哪 在后面 对吧 在屁股后面 所以打球的时候站不稳 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前倾 身体向前倾 把重心放在前面 这个时候身体才能够保持稳定 双脚抓地以后才能保持稳定 这是我们站位的身体重心 好 再来讲重心的转移 以正手工球为例 我们经常讲的是 正手工球的重心是什么呢 从右脚向左脚 从右脚向左脚进行转动 对吧 其实这个重心也并不说在脚掌上面 只是说它的重心 当你转移以后 重心是偏向我们右侧的这个方向 因为你整个身体的力量压过来了 并且身体弯曲压过来了 好 当你击球过后 转移到左脚 这个时候你的重心是吧 是压在左侧的 往左侧走 那有人说了 我不转 我为什么非要去转移重心打球呢 我就这样打还不是可以 手臂就这样挥拍就行了 干嘛要就这样转呢 这就要讲到重心的一个作用 来产生什么呢 重心来产生我们挥拍的一个惯性 你可能正手攻球的时候你看不出来 我站着不动我就这样站着我也能打 手臂挥也能击球过啊 但你要用到什么摩擦拉球 或者加大力量的时候 这个时候重心就很重要 重心来制造我们发力的一个惯性 击球它是有发力惯性的 你只要有了这个惯性 你才能有击球的弧线质量 以及发力的方向 都通过惯性来制造 所以我们打球的时候 为什么拉球 总说要先把重心放在右脚上 然后再向前蹬地 是吧 向前发力 把重心甩到前面来 往前走 往左前方走 你只有重心先向后拉了 才能向前用力 就像你拉弓一样的 你先把这个弓箭拉开了 它才能弹出去 对吧 打球也是一样 重心有一个转换 才能够制造发力的方向 你才有惯性的 这个方向